这个眼球旁边 我觉得是我们身体上 其实我们的眼球最可怜的 每天都让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在旁边弄来弄去的 眼睛都不疼 好有点眼球 眼睛本来小嘛 然后一下睁大了 就会有点有眼泪 看你疼吗 一点都不疼 以前弄也不疼 眼睛小的时候突然在睁大 那不是要懂 太兴奋了 那你还用大干嘛呀 好看 看一看 太兴奋 看一看 你都笑看一下 最好吃就是 黏起来的时候 在一块干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这个棒子稍微往上点 这样才比较吃久 有个眼眼期要自常这样点 就 但是老师你刚才见到 我刚才说到这个 刚才呢其实我说到这个就是 这个带 其实也大家很不识的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会有很多的小诀窍 你会灭胶 对啊 瑶瑶你贴一只 你贴一只 你贴一只 好不好来来来来 看谁贴的更好 我贴的不好 试一试吗 是剪这个还是直接贴 直接贴 他这个已经帮我剪好了 我去让这个特别真名 对 你自己能可以贴吗 你可以贴吗 来来来 你自己贴 可以 可是我们先注意一下说 他的这个可以贴的这个眼泽在哪里 然后呢 针对眼泽的 稍微往上一点点的这个 就是范围 在眼泽上方的范围 细细地把它贴上 尤其是像我们讲到就是 内霜的人呢 或者是说单领皮的人 你千万呢 不要一下子就贴在眼窝上方 贴那会没有任何的效果 所以我们稍微贴上之后呢 睁开眼来确定一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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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份大 张杨你这边呢 我这怎么没进去呢 我这边好像穿上妆妆 她就做得很憋和 而且她把人美不贴得那么黑了 全眼眼 是 我觉得改变很大 这个一定要再没坏过 那思琪老师 最近通常会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这个 对 通常会犯的错误 就是说她找不对那个位置 所以眼泽会变成就是 前后变成弯曲状 对 因为这两个眼睛不一样 对 还有就是一个就是说 可能在贴的时候呢 太贪心了 想要贴成大双眼睛 所以呢 常常就不是你在眨眼的时候 都会很容易被看到你的双眼睛 那原来示范也比较夸张一点 对 你示范也比较夸张 对 对 还有你贴近伸脚的 对 对 对 比如说呢 我们在贴着胶带的时候 有双人的大双眼睛 对 都是呀 睁开来看一下 哦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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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